我觉得我要的就是用自己的热情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到最后我要让这个球队一步一步的让它成为新山最强的篮球队 这个就是我要的胜利 我是Max 我来自冠星03 我现在在JB马赛这个地方当全职篮球教练 在上课之前我是在徐兰的一间中学 担任老师和教练 这样子持续了很多年也拿了冠军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样子 因为觉得自己在篮球的成就上有很多 可是我自己的收入却没有很好 一个人来到新山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人懂我是谁 那时候有考虑去加入房地产工作 但是也想到说这个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也不是自己有热情的地方 才发现到其实自己最有热情的还是在教育领域这一块 所以自己选择了还是重拾篮球这一块这个热情 然后呢就在这个新的地方从零开始做起 可能在居然很多人知道我拿过很多冠军 但是在新山这个地方 大家根本不知道Max不是谁 OK 所以在招生的时候特别的困难 自己觉得自己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可能只觉得招了一次生就觉得会力所当然的 很多人会加入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也少了很多的方法包括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Facebook IG 放story就大量的行动 让更多人知道Max是谁 在马赛这个地方有一个篮球队 从不知道该怎样招生的情况 现在到了在小学的人数已经到了100人 梦想对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因为呢 创立篮球队我除了要加小朋友篮球技术之外 我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关心他们的成绩 关心他们的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冲突 有很多需要互相学习的地方 也包括了跟家长的沟通 跟小朋友的沟通 对我来说呢 现在我的生活都是为这个胜利而完 每一天起来我都会想着说 我的篮球队我要怎样招生之外 我要怎样让我的球队变强 这个过程我只瞄准的是 我要成为新三线的篮球队的冠军 在上课过后我自己学习到 其实我可以同时候处理很多事情 而且是可以处理好的 让我有大量的行动有更多的结果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胜利就是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觉得呢 我要的就是用自己的热情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从小球员慢慢的培养 一步一脚印让这个球队越来越强 到最后我要让这个球队 一步一步的让它成为 新三最强的篮球队 这个就是我要的胜利 我是Max 我是一个热情冒险有爱的男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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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